改善静脉曲张问题,芦荟,胡萝卜和苹果醋妙方。 您知道芦荟,胡萝卜和苹果醋能帮助对抗静脉曲张吗? 静脉曲张,皮肤表层血管,静脉,扩张之情形,通常坏于腿部及脚踝。 该症状起因,下肢血管内部绊膜,负责疏导血液的构造,功能出现异常,导致血液淤积及局部管内血液循环功能变差。 体重过重等健康问题可能使静脉曲张更为严重,怀孕期间也容易有静脉曲张情形发生。 若工作性质需要较长的站立时间,也会导致静脉曲张。 年龄和性别也是一项因素,妇女和老年人中较常见。 许多人认为静脉曲张仅造成外表不雅观,并不影响健康,但有时候它也会造成疼痛感或不适。 许多人认为静脉曲张症状大同小异,但其实并非如此。 依病情严重程度,我们可从外观,血管,精筋,颜色深浅和粗细进行分辨。 我们得将其分为四个阶段,初期静脉曲张。 静脉曲张的初期阶段,问题较轻微,血管呈细小,浅紫色。 有时,血管会形成腥状分布,这种症状又被称为蜘蛛纹,蜘蛛网状静脉曲张。 一般来说,此型静脉曲张仅造成视觉观感不佳,但有时也有双脚沉重,疲劳感的症状产生。 二期静脉曲张。 四类型的静脉曲张,皮肤上静脉纹变得更加明显,一些慢性症状也逐渐出现,如。 双腿有沉重,疲惫感。疼痛。抽筋。发麻。 温热感。刺痛感。 三期静脉曲张。 于此阶段,静脉关闭更加扩散,明显,各症状逐渐变得严重。 可能有水肿或肤色异常情形发生。 四期静脉曲张。 第四期静脉曲张通常伴随于湿疹或溃疡等皮肤疾病。 由于皮肤溃疡难以治疗又容易感染。 若同时患有静脉曲张,将加具健康风险。 因此,若发现到溃疡处附近有静脉曲张情形,一进早寻求专业医疗协助。 幸运的是,如今对于该症状的治疗,我们有了更多选择。 不需要物,极有极种神天然物质就能达到奇迹般的缓解效果。 也许你会感到讶异,这些常见的食物,竟有如此功效。 依下将介绍如何用胡萝卜、卢慧和苹果醋对付静脉曲张。 卢慧、胡萝卜和苹果醋给改善静脉曲张病症。 准备材料。 切式的胡萝卜一杯,115克。 7. 汤匙的芦桂椒,115克。 苹果醋,必要。 苹果醋。 苹果醋好处多多,它不但能促进血液循环,也能帮身体对抗发炎反应,论道改善静脉曲张。 没有比它更适合的了。 即使免去其他配方,单靠苹果醋敷抹患处即可以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,看它如何有效缓解症状。 将其副料涂抹抹于幻处,静止作用20分钟,代息发挥功效。 芦桂椒。 芦桂椒功能多元,各种皮肤问题都能倚靠它。 对付静脉曲张,芦桂椒独特之舒缓,抗炎特性,不失为一个好选择。 芦桂椒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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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人不起眼的芦桂椒,实际上有助超级食材的美名,也是对付静脉曲张的绝佳秘密武器。 这要归功于其富含 g –bitter,胡萝卜素和抗氧化能力。 该成分不仅能改善静脉曲张问题,更有助缓解与脂相关的症状。 制备方法。 上列材料是重量值仅供参考,原则上只要使用等量的芦桂胶和胡萝卜调配即可 首先,将胡萝卜剥皮,切碎后置于调理机中打碎,直至变成滑顺、湿润的糊剂 接住,取出刺后的芦桂叶,用刀子总切成两半,用勺子取出里面的凝胶 把凝胶加入胡萝卜糊中 最后加入苹果醋,边搅拌边慢慢倒入,让混合物质的呈现均匀滑顺 记得一开始别将材料打得太稀,否则之后很难用作肤料涂抹至皮肤 确保所有材料完美混合,形成便于作肤料的糊状物 使用步骤 为发挥最佳疗效,建议可每日鱼换出肤膜 针对宽布将肤料从脚踝至小腿向上按摩及涂抹,以促进血液循环 静置肤料至少30分钟以发挥疗效,最后再用冷水或温水冲洗前净即可 主图片由 www.wikihow.com 提供 呼吸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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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煙 马 《朝节 reptans》 なん